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晉升特約鏡》 我下面給你吃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一個日式食譜 名字叫做 日式福袋配大甲手工麵 我們現在馬上看看材料 我們當然有我們的主角 大甲手工麵 然後我們有這個 免治豬肉 有韭菜花 還有這個 這個日式腐皮 也叫做柔羊 可以去日式超市買到柔羊 還有這個雞湯 還有一些冬菇 如果大家喜歡 還可以加些蝦乾和木耳 今天的材料 還有少許醃料 好 我們不介意 可以馬上開始了 我們平時去日式快餐店 用到火鍋 都會吃到一些年糕菇袋 我經常都很好奇 究竟它是怎樣做的 上網看了一下食譜 原來都不是特別懶 所以我們這次就改一點 裡面就變成冬菇豬肉 我們首先醃了些肉 要醃15分鐘或以上 當然就更加人味 免治豬肉 我們買回來 不需要用太多的 因為除非你用很多 做很多的福袋 因為好像一般 全部開半 其實都只有幾粒 所以豬肉的份量就不用太多 好像包餃子的原理一樣 你做太多肉 太多餡料的話 可能會包不完 我們就首先加些紹興酒 先人教過我 其實醃肉加紹興酒 是香很多的 那些肉 自從我之前幾次的外面 給你吃 用過醃料是有紹興酒 之後呢 你會發覺 嗯 真的耶 有紹興酒的醃肉 是香很多的 有些白胡椒粉 拌勻它 因為拍節目 整天都 醃肉的時間 不是特別長 所以肉就不太入味 如果大家在家 其實可以早點醃 然後放在一邊 那些肉呢 入味很多 就真的好吃很多 以前呢 雖然到現在都不太懂 吃東西 以前完全不太入廚 那時候呢 就會以為 沒什麼所謂啦 其實都是這樣 但原來呢 沒有醃那麼久的肉 沒有那麼入味 是煮出來的味道 差很遠的 拌勻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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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可以加少許麻油 讓肉再香一點 然後呢 我們最後呢 再加少許生粉 拌勻它 再加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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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呢 就是第20集的 我下面給你們吃了 大家看了20集 不知學到幾多樣 煮大夾麵的食譜呢 又有沒有運用回 在日常煮麵 或者煮飯呢 我自己呢 就因為煮這個節目呢 令到我 我學會了很多的菜譜 那平時呢 就 煮飯 給同事吃 都帶了很多的選擇 很多平時不會煮 平時也沒有想過自己會煮 例如炆冬菇 那樣 應該是媽媽菜式來的 然後自己煮完之後 發覺原來都很簡單而已 然後就平時 都可以煮給同事吃 再煮給家人吃 所以拍這個節目 真的得了很多 好 我們醃就放在這裡 拌勻之後呢 就放在這裡等它醃 最少15分鐘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切一下其他材料 先喔 那我們就切掉冬菇先啦 冬菇就輕輕浸一浸它 那這個冬菇呢 我們就用了晉升的冬菇 晉升其實除了大格麵之外呢 其實都有很多海味乾貨啊 最近啊 我們MIHK呢 還在搞這個瘋狂減價速消 所以呢 晉升的幾乎所有東西呢 都超划算的 我自己呢 都入了很多包 竹魚膠啊 冬菇啊 頭頭菇啊 基松茸等等 這些用來煲湯的材料 連鮮韌湯包啊 都全線特價 非常之划算的 我自己就不太會選冬菇的 但是呢 晉升的冬菇呢 聞一聞是非常之香的冬菇味 好大粒的 那一包呢 也都非常之 拿開了 一包也都很大包啦 那又不貴啊 那希望大家有空 都可以留意一下 晉升的其他海味乾貨啦 那就可以買些回家做啦 上次我們做的燜冬菇呢 也是來自晉升的 晉升的老闆娘是非常之 有心去做這件事 試過呢 跟他聊天的時候 發覺他之前入過一批冬菇 覺得不太好啊 質量 他就沒有賣到啦 沒有賣到給客人 自己吃了 所以我覺得 跟有良心的商人買東西 自己都會有信心一點 對這些食材 好像我們這些什麼東西都不懂的 那當然是相信他了 那冬菇我們切粒 切小粒一點 就更好一點啦 糟了我切冬菇切這麼久 辛苦了阿Lin 把冬菇切粒 因為摩打手已經將三粒的冬菇都切碎了 切碎了之後呢 就好一陣間我們可以拌完 進肉裡 切順一點 好那我們拿一碗肉過來 然後就可以把我們前年的冬菇 放進去拌勻它 大家還可以加些蝦米啊 還有木耳的 或者是甚至乎粟米啊 大家喜歡的那些材料都可以夾它 因為我們同時 有些同時不能吃蝦 那我們也是做完我下面給你吃 其實背後都是給同事吃的 因為有人不能吃蝦 所以我們就不加蝦米 再加一點辣 真是細心啊 如果大家想肉有些顏色 其實可以加一些老抽 不過我們一會兒會包到福袋裡 所以也看不到 但不知為何呢 我個人覺得沒有顏色好像沒有味 感覺上 好像醃了一些沒有味的肉 其實它是有味的 好 拌勻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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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邊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切我們的福袋裡了 有看我去買餐的部分都知道 我本來就去了白嘟買 我打算這麼大間一定有 但怎麼知道呢 挺不好的 被同事說中了 要去一什麼日式超市才有 我打算找 其實日式腐皮和油養是否同樣 好像也不是 但我呢 就買了油養 這樣就一刀一個 切 切 切 這樣就將它對半切 然後一會兒就可以把東西包進去 大家有沒有試過送花給女生呢 在網之前有流傳說 即是 耳頭不好的 即是說是送椰菜花那些 菜花類梳果類的花給人 我真的看到有個同學畢業的時候 女生送給男朋友 送了一束梳果花 即是有菜椒 有椰菜花 什麼菜心那些 拍照都挺有趣的 不過如果送給女生 就奉勸大家不要亂試 好 我們現在拿我們需要的份量 那我多拿一束 我們試一會 看看 1 2 3 4 5 7 10 2 4 6 8 10 剛剛好 那我還是多拿兩條 備用 那我們就洗一洗它 好 水滾了 我們就可以把韭菜花放進去 只要煮一煮 讓它可以把韭菜放進去 即是它變得黏了 這樣就可以了 哇 又好像蒸面 在家不化妝的時候 煮一下菜 蒸完面後可以敷面 毛孔開了 不用再出去做面膜 這麼貴 很棒 看來真的要買向這個 煮飯的煮 發展 那我才可以加得出來 上集我跟總理合作了一個特別版 接下來都會陸續有來的 那初級BB版就是做這個午餐肉 為什麼做午餐肉這些罐頭食品呢 原因是總理很喜歡吃 總理的最愛是午餐肉 這個我也猜不到 我只問總理你最喜歡吃什麼 我試一下簡單一點的挑戰一下 然後他就說我最喜歡吃午餐肉 我都嚇了一跳 我以為這些是 是頹廢的烈食來的 原來他都喜歡 所以我就挑戰了 最後也留言了 原來可以再焦點 嗯 又學到東西 蝦子如果大家煮的時候 也可以煎得再焦點 因為我在家裡煎 我都從來不會煎得這麼焦 但原來我們覺得金黃色還不夠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一下 是真的好吃很多的 脆口一點的 還沒看的話 就快點看我下面給你們吃第十九集 這個總理特別任務版 好 差不多了 你看到它可以彎的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關火了 然後撈起它備用 好 放一會兒 我們就用來綁複袋 複袋 複袋 好 這麼快我們所有材料都預備好了 現在就到最重要的環節了 就是我們要開始包複袋了 雖然我是第一次包 不過大家都可以跟著試一下玩一下 都挺有趣的 首先我們就把剛才的肉 醃好的肉和冬菇混合 然後就放進去 我想不要放太多 因為我們要有口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其實不是很沉悶的 但我預算少許一半 不要放太多 然後就可以包九菜花 九菜花頭其實是殺完之後要切掉它 我們抹一抹 這個 把它連結 但這個煮得不夠熟 花 應該要再煮熟一點 再煮軟一點 打兩個死結 那就應該 萬無一失了吧 第一個 我好像不太熟 但我再扯 它又會爛 那經過第一個教訓 證明這些這麼粗的 尾巴 你要看它屈不屈到 這個應該都不還可以 剛才那條真的有點硬 但這些小條的那些 你可以看到它是完全淋了 屈得到的 那就OK 否則幫不上一會 那個可能會爛 綁完之後 塗一塗在後面 不要全部撈出來 如果鹽綁完之後 那條絞菜腸 可以剪掉它 這樣 這個就成功 剛才那個 有機會散 盡量 然後就可以放上來 然後再包下一個 我們剛才呢 有一點點用剩了 煮多了些備用的 有菜蝦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成 像蔥花一樣 一會兒用來半碟就可以 放在湯裡煮又可以 接著我們就可以煮滾些水 煮我們的大甲手工麵 三月份呢 來到這個 MHK的減價速消 瘋狂減價速消日 這個月呢 買這個大甲手工麵 都是49.99 裡面有九個麵餅 適合那些 喜歡吃健康的大甲麵 的朋友 但又不喜歡太多醬包 可以放下平時自己 好像我們這樣煮的 其他菜來配這個大甲麵 那便適合了 九個麵餅 都是49.99 非常之划算 好 那我們的水滾了 那我們就可以放在湯裡了 那今天就 既然包了這麼多個 褲皮複袋 我們就放一個面 那我們一會兒 我們一會兒都會用 雞湯來煮褲皮複袋 那所以呢 我們今次的大甲麵 是放湯 現在我們煮的面 就不用煮得太軟 要不然一會兒 很容易會爛的 同床 同床家映 你聽了什麼 同床家映 我聽到她說 吾蟲 吾蟲 你今天要不要吃我下麵 要不要 我們Christy 我們感情好 Christy煮的飯很好吃 大家不是每個人都吃到 想吃就可以上來M.I.H.K 不過要晚上吃飯時間 而且要預先通知 要不然我們同事就不夠吃了 Christy煮的飯 還是用我們M.I.H.K的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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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y還是煮我們M.I.H.K 有得買的 是黯然燒雲飯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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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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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玩了一會兒 麵OK了 那我們就關火 我們就可以下雞湯了 很有煮飯的感覺 Christy在我旁邊煮飯 然後我煮麵 你真的在煮飯嗎 夠不夠 好香 雞湯味 好像夾娃娃機一樣 等它滾了之後就可以 嘟 小心點不要刺破它 還是轉用筷子 好像一堆腐皮福袋 趴在那裡浸溫泉 現在它們掉轉了身 好像趴在那裡 我們煮了8分鐘 現在看到福袋 已經吸收了很多湯 好像浸溫泉一樣 它已經肥了 那你刺一刺 應該也差不多 好 好 那這個這麼精美的 日式福袋 半大格手工麵 就完成了 那我們都很久沒有煮過湯麵了 今次我們就做這個 豬肉冬菇做餡 我自己也第一次試 所以現在也要試一試 小心點 我跟自己說 這個腐皮 我自己很喜歡吃豆泡 腐皮類的東西 特別是打火鍋 吸了湯 雞湯之後 很夠味 小鼻炸肉的時候 一定要夠味 如果辣得太淡的話 雞湯本身不會太鹹 吃起來就變成一塊 沒有味的腐皮 腐皮 腐袋 所以大家醃的時候 要注意醃料的份量 一定要足夠 否則就沒有那麼好吃 好美味 如果是小鼻炸肉 吃起來 than 做香榮 更有魔王 好演放 你 做香榮 可以細想 切用 吃 咸 吃 吃 吃 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